我們台南已經16年沒有辦過全國運動會 這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辦全國運動會 我相信台南市政府大家都很重視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在10月2日 我們在全國運動會 國管制選手來到台南市 我們辦一個英雄院 英雄院的料理我們特別品牆 比比當美其林推薦餐廳的蔥寶塞 我們的擁壁和大頭塞 來看六行的料理 還有我們的開胃菜還有我們的甜點 這全都是我們台南道地的特色食材 我想台南市政府在這裡 全國的運動選手來到我們台南 希望吃好的可以表達一個好的心情 全國運動會即將在10月21號到10月26號 隆重的在台南舉辦 那台南市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城市 那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美食都市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用台南 最頂級的食材 那最繁瑣的一種料理的工序 來準備我們這一次特別為來自全國的 這些運動選手所準備的英雄宴 那尤其我們這一次特別邀請 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大廚來擔任我們的主廚 包括我們東鄉台菜海味料理 那這個我們的菜什麼 菜瑞城 不好意思 這一段 OK OK 好 好 我們這一次特別邀請到 東鄉台菜海味料理的蔡瑞城主廚 以及竹心居 我們周瑞堂主廚 特別來為我們準備這一次的英雄宴 那這一次的英雄宴 總共有六道 但是所動用的 台南的非常重要的食材可以說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食材都是非常頂級的 譬如說台南的蝦捲很有名 但是這一次所用的蝦是七股的 藍藻所培養出來的這些蝦 所以每一個食材都是精挑細選 而且做工都非常非常的繁瑣 所以希望透過這一次的英雄宴 讓我們所有來自全國的這些傑出的選手 大家都能夠透過我們的英雄宴 那培養非常好的一個能量 那在我們的運動賽事上 能夠大放益彩 在我的運動賽事上 積極了 個府外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